你有什么东西吗? 还有一个被绑着的女人哭叫着 杀手从而不闻 换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和面具后 他来到了地下室 下面同样有一个被彩灯绑在椅子上的人 这个人是女人的情人 两人来这里偷情 没想到被杀手抓住 情人紧张地看着对面的男人拿起斧头 去他越来越近 吓得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如果不是不能动弹 可能要表演一个跪地求饶 杀手并没有立刻杀掉人 他最喜欢干打破希望这种事 男人家打电流 在季傲们音乐声中 情人的身体不断颤抖着 白烟从他身下升起 彩灯承受不住大电流 霍花四箭不停地爆炸熄灭 正所谓偷情有风险 选址需谨慎 情人被彩灯炸死 杀手残漫悠悠地离开地下室 画面一转 这一天是平安夜 所有的人都在为圣诞节做准备 晚上还有一场盛大的游行 布兰也十分期待这一天的晚上 他的计划却被打断了 早上还未睡醒的他 就接到了长官的电话 对方让他去警局值班 顶替他的同事 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 长官命令大如天 不来不得已地起床 等父亲回来打过招呼后 他才离开家 开车前往警局 街上行人来来往往 到处都是圣诞老人的身影 所有人都在等待晚上的游行 不知道有一场杀戮 正在悄悄进行 贝蒂是一个患有心脏病的母亲 她正颤抖着往外盗药 女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打掉了她手中的药瓶 命令她开车 在她去商场买昂贵的包包 女人气得不知道说什么 起身回到了卧室 女孩也往外走去 看着来到她家门口的杀手 她不耐烦地去开门 一开口就是索要礼物 男人也不说话 将布袋放到垫上 从里面掏出一个电击棒 抵在女孩肩膀 看着对方开始口吐白沫 她将铁钩送了进去 等杀死了女孩 才前往下一个目标呢 在杀手杀人这段时间内 布莱终于来到了警局 刚做没多久 八卦妹就接到电话 有个圣诞老人把孩子都吓哭了 只剩一件小事 布莱便主动前去处理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 圣诞节象征着欢乐 但对吉姆来说 她却有不同的看法 还故意将孩子们吓哭 布莱看着这个恶劣的男人 恨不得将人打一顿 她又收到八卦妹的消息 有人举报在废弃房子处 闻到难闻的气味 她的同事胆小男 正在办另一件失踪案 不能脱身 布莱不得不自己前往 一下车就被刺激地捂住鼻子 她进入屋子 一路来到地下室 发现了情人的尸体 对方头顶已被电秃一片 露出红色的血肉 布莱再也忍不住地吐了出来 等心情稍稍有平复 她将消息通知给八卦妹 想到当时从对方口中听到的情报 她违背长官的命令 离开了地下室 在屋内搜寻着 布莱听到手机铃声 顺着声音来到二楼的卧室前 看到床上和墙上的大摊血迹 手机铃声依旧响着 她拉开一旁的抽屉 看到一只紧握着手机的断手 吓得她连连后退 慌乱捂住口鼻 身后传来动静 她紧张地转过身 看到对面的柜子上 摆着女人失去四肢的躯干 下面打开的柜门内 放着一颗头颅 布莱被这幅残忍的画面 冲击得嘴唇不停颤抖 她不停后退 看着到来的长官吓了一跳 却依然逞强着 不愿意放弃寻找线索 他们在地上找到了血脚印 推断凶手是个大高个子 而这起案子只能靠他们自己完成 因为道路封闭 不会有人来支援 小镇成了孤岛 长官却自信满满 在两人不知道的地方 杀戮还在继续 市长的大女儿潘尼妹 来到一家汽车旅馆 有人专门在这里拍摄黄色照片 她也在这里拍过 女孩拿到报酬 高兴地离开了 下楼时 她一面碰上了杀手 看着这个古怪的男人 她不寒而栗 迅速离开了 屋内还在如火如荼地拍摄着 听到有人敲门 女助手并前去开门 看着握着镰刀的杀手 她愣住了 来不及发出声音 镰刀就自下而上 捅进她的身体 她吐出了一口鲜血 摄影师拍照拍得正嗨 模特妹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她挡住刺眼的光源 看到一把带血的镰刀 喊了摄影师一声 就跑进了浴室内 外面的摄影师还摸不着头脑 她转过身 镰刀直插入她那里 男人口吐鲜血倒下 模特妹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着急地想从窗户处逃跑 却越急越乱 将浴缸上面的透明帘子扯了下来 她也跌了进去 杀手踢开门进来 拿着帘子包住女人的头部 打算捂死她 模特妹奋力挣扎着 枪声突然响了起来 墙上开了一个洞 杀手走出去解决摄影师 模特妹赶紧取下帘子 从窗户翻了下去 吊在垃圾袋上 爬起来就跑 她急切地拍着四周的门 想找人求救 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眼看杀手拿着斧头追了出来 她赶紧跑向一旁的小公园 后面的搅拌机突然启动 模特妹警惕地去附近查探情况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她便跑了出去 没想到 杀手竟然从一旁出现 一斧头砍中她 女人的小腿高高飞起 她尖叫着倒在地上 不停地哭泣就绕 杀手沉默地捡起小腿 又把模特妹扛起来 来到搅拌机面前 在女人的尖叫声中 把她塞了进去 刀片心情地工作着 模特妹的身体被一点点绞碎 上方的烟筒喷出大股白气 不时还有些碎块也喷了出来 鲜血四溅 杀手的面具和白胡子 都被染成了红色 她看着没有气息的女人 转身离开了这里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 已经到了黄昏时刻 布莱还在思考着案子 八卦妹又接到了两起报案 一个在背地家 另一个则在汽车旅馆 布莱便和长官兵分两路 她和胆小男去了汽车旅馆 发现一个还在工作的摄像机 她连忙通知长官 此时 男人也来到背地家 看着满脸是鞋 躺在圣诞树下的女孩 听到有杀手的线索 她连忙让布莱拿到 杰人重新回到了警局 围在一起观看录像 布莱心中的担忧一直不断 她想通知证明 但长官是个自大顽固的男人 总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非要抓到凶手在通知 又不过大腿的女人 只能再次看起录像 里面没有记录下杀人场面 但杀手却出现在里面 有了线索的布莱 连忙通知胆小鬼 让她看到有嫌疑 就带回来 现在几人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重要性 小镇上神父正带着几个女孩子 唱歌募捐 异曲结束 其他人捐了钱 纷纷散去 男人便提出拍照 视线总是瞟向 女孩们的其他部位 为了满足她的小嗜好 她连拍了好几张 面色却不露丝毫 回到教堂后 她又兴奋地 看着盒子中的钱 挑出几张面额较大的 塞进自己口袋里 就这么一个 道貌黯然的家伙 布道时又十分地慷慨激昂 将她曾做过的事 大肆批判 仿佛她有多么正一样 维尔的两个听众 老太太快被她吓傻 杀手也不忍荼毒 自己的耳朵再听下去 她来到神父的身后 缓缓抽出背后的刀 将对方的手指削掉 又一刀接一刀地捅着人 老太太彻底呆愣住 害怕地祈求杀手放过她 没想到对方没有杀她 害怕神父兜里的钱也给了她 距离游行还有一个小时 布莱也在外面搜寻着嫌疑人 她在酒吧看到了一个 很符合的男人 通知长官后 她便进去搭话 想要试探试探 对方却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男人遭到妻子背叛 她便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 在圣诞节时冲进聚会 用喷火器烧死了妻子 布莱并没有相信 男人光头虽然不是杀人凶手 但与摄影师他们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她连忙追着人来到后边的小巷 反被对方打倒在地 手也受伤了 幸亏长官丢下警局 众多伤害老人 即使赶了过来 将光头吓跑 布莱才逃过了一届 她坐在车里 为自己爆炸伤口 众多思绪沉甸 电压在她的心中 她忍不住给父亲 打去电话 想要辞职 父亲却对她充满信心 女人打起精神 重新回到警局 她不认为光头是真正的凶手 可长官根本不信任她 还自创了一套完美逻辑 把她派出去巡街 布莱气愤又无奈地离开 临走前 她从八卦妹手中 拿到她要的资料 在车上仔细看着 发现了一份重要报道 她连忙告诉长官 对方却怎么说也不相信 而此时杀手 一来到市长家附近 市长正在外面烦躁地抽着烟 看着叛逆 喝得醉醺醺的大女儿 带着金发男回去 十分的无奈 她将小女儿混回家 靠在栏杆上抽烟 就在这时 接到长官打来的电话 一束彩灯 突然从后面勒住她的脖子 市长想要求救 却只是徒劳 手无力地垂下 而长官丝毫未察觉到不对劲 帕妮妹正在屋内 和金发男玩乐 她去换衣服 发现浴室的门微微开启 还以为男孩在那里 金发男 却从另一边跑出来 这样帕妮妹有些暴躁 男孩不得不去查看一下 杀手就躲在门后 她将金发男关起来 然后飞出斧头 将逃跑的帕妮妹脚踝砍伤 扛着人放到鹿头摆剑前 让鹿脚穿过女孩的腹部 鞋呲啦啦流出来 女孩挂在上面不动了 金发男终于从门外跑进来 看见潘妮妹的尸体吓呆了 一把斧头披在她身上 她倒在地上 头也被披成两半 杀手解决完两人 看着市长乖巧懂事的小女儿 递给她一颗躺 才离开这里 布兰还在和长官在街上寻找线索 直到现在 男人还自信满满 后来看到吉姆的身影 连忙追了上去 跟长官将人逮进牢房 他看着大吼大叫的男人 总觉得还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却又被趴了出去 他来到汽车旅馆又看到了光头 连忙跑上去 却发现对方手中有枪 布兰辛一狠射杀了男人 这行为超过了他的心理预期 他眼红红地坐到地上 无意间看到了对方桌上放着的礼物 想起每个被杀人家中 同样包装的礼物 他父亲早上也收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他急切地往家中赶去 另一边 胆小男提着垃圾出来 看到街边的汽车 他走了过去 车窗缓缓下落 里面却看不清楚 一把斧头突然飞出 砍尽他的连里 胆小男的身体止不住颤抖 血水流下 布兰紧急联系了长官 对方还是不相信 男人看着桌上的礼物 发现里面是黑炭块 意思是圣诞老人给坏孩子的惩罚 警局内突然停了店 长官一转身 就看到了举着喷火器的杀手 被火烧死了 而布兰回到了家中 就发现了自己的父亲 杨躺在椅子上 肠子全部拉了出来 他大哭起来 在柜子里发现自己的母亲 恨意满满的女人 发烧抓住杀手 另一边八卦妹惊恐地 找了个小屋子躲了起来 他捂住嘴 遮不住地哭泣 杀手距离他越来越近 屋中突然落下许多水 他听到了其他人的声音 男人便将门把手 用力砍了一下 让女人逃不出来 才去找之前抓到的吉姆 他狠狠将人揍到地上 换成植虎 用力击打着对方的头部 等布兰回到了警局 就发现被烧死的上司 以及死状更加惨烈的吉姆 他听到八卦妹的惨叫 出去就做到了杀手的袭击 布兰拿着消防符 与对方打在一起 但他怎么会是人高马大的 杀手的对手 他被打飞出去 可以让女人发现身边的喷火器 布兰拿起来对着杀手就是喷射 男人倒了下去 他连忙去救八卦妹 两人搀扶着跑出去 看着燃起的警局 当里面只剩下那副面具 杀手早已开着车逃跑 他看着车上一家三口的照片 回忆起小时候 他就是故事里男人的儿子 当时他亲眼看到自己父亲死去 多年后长大的他 便选择在同一天杀掉有罪之人 男人合上挡板开着车远去 他将前往下一个镇子 等待新的平安夜的到来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中杀手杀人的方法各式各样 唯一的槽点就是 受害者最后的表现 基本都差不多 总的来说越来越下饭还是不错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师姐和你下期再见